从环保那边慢慢地认识到 环保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自愿回收 得来的钱还可以做善事 慢慢平平苦难的人 环保是一个为下一代而做 并不是为自己 也可以以为整个环境清洁整齐 参加广市 我们就是深入人群中 发觉到那个真正平平的 孤老的生活是如何 反观我们自己是幸福的 不会说埋怨自己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辛苦 在金师堂遇到大德 我就介绍慈祭 他们就会了解慈祭的活动 也会加入慈祭的大家庭 善人年纪也大了 不要去给善人等得太久 包住这个心愿去见一见那善人 看到善人是真的很瘦小 负担很重 见到善人哭 回到新年的故乡 心情是不一样的 能够增进我们的动力 不会懈怠 有一个精进的心 我是在新加坡读电子学 电工是我的专场 音控 灯光 这些都是要用到电了 做电工是很挑战的 在慈祭大行活动就要守住了 这不可疏忽 新发生之前 就是我认为我对的 有时候我就会多讲 现在我会想过 应该讲的我就讲 不应该讲的我们就只听 不要去跟他反驳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方法 感谢观看